樓市經過第一季的反彈後 二手樓的成交量明顯放緩 其中主要原因是一手盤的開售價有所調整 由於一手盤尺價與二手盤尺價拉近 故部分二手盤的買家自然被一手盤所吸納 基於一手盤庫存仍然龐大 故發展商低價推薪盤的策略仍然會維持第三季後 現時外圍正經環境仍然複雜 故投資美股的風險可能比想像中大 近期雖然部分股票的股價有所反彈 但直至最近上升動力已有所減弱 再加上近期多間銀行出現爆雷事件 故現時投資美股的吸引力大減 此外基於連續多次加息後 美國房地產的價格也開始出現調整 因此現時仍不宜入市撈底 香港方面 由年初至今 股市反彈佛力 主要原因是原先上升動力充足的科網股 現時因大股東不斷減持及經濟環境轉差 所以股價暫在難但升上高位 至於地產股等重磅上市公司 亦因早前疫情導致賣流收益的損失 至今仍未恢復 因此股價亦反覆疲弱 收息股方面 大多息率大減 就算小部分能維持息率的股票 股價則大幅回落 因此已收息過活的退休人士 日子也不好過 大型上市的地產公司 基於物業組合質素及其位置不足 所以出租率仍達九成以上 至於非上市的地產公司 不少因近數年過度投資 買入太多次給物業而導致負債過高 加上其物業組合散亂 租金下降之餘 空置率也大幅上升 故近年已有部分該類公司 不斷放售其物業減債求存 過人投資方面 現時較難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因此現時各下仍持有的資金 暫時只可能用作定期儲款收息 以用作對抗通脹之餘 流市方面 這種較為緩慢的市況 可能要維持到第三季 才會有較明顯的方向